也要唐炸了 对啦 金华城我觉得是这样的 今天他 我刚刚又发了一篇 我要跟大家讲 昨天我们彭震生来 他其实不太愿意面对媒体 他只想跟我们说 到底什么状况 那我们也尊重他 所以他进来的时候 是从后门进来 然后我们就跟他谈 大概三个小时 我们问了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我一开中文艺就问他说 你来检调有没有要求你 或约束你什么事情 他说就是侦察不公开 好 那所以呢 变成他讲话有一些会插边球 或稍微比较保守 但是我们问了关键的几个文件 对 但该讲的要讲 对 关键的几个文件 尤其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你当时便当会里面出现 可是为什么后来你一直在 开这个都省会 然后开中央小组会议 这过程都是你来主导的 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 你不是你便当会没出息 为什么你要处理这件事情 他说因为这是他的业务 公务部门所有的业务都是彭震生要处理 所以彭震生就变成要去处理 金华城的事情 我说那所以是 他说对就是上级交办 那他是副市长 那在上面不就是市长吗 所以就是市长交办 要处理金华城的案子 所以他才后续才有这么多的 专案小组会议 所以他的用词是上级 他有讲出柯文哲三个字 他说市长交办 他直接讲市长交办 市长跟议员便当会后交办 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 然后这是一个 所以他有证实这个 第二个 我说那很奇怪 在关键的公展的公文书 为何你没有签 我给大家看 这个公文书的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看了这个 难怪他也不太想签 这个公文书里面就讲 真华城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元起80年这个 然后讲讲讲 讲到后面呢 他就讲说 容积率 他认为说他从商业 工业变成商业 渐避率是70% 所以应该要求计划 要调整为560 他现在本来是392 后来调到560 这是后来监察院要求他到560 所以他调到560 但是呢限该公司拆除原来的休闲购物馆 就本来那个金黄城的原体 那个球体 然后改建成商办大楼 并为了确保已申请执照之楼地板面积 故提出计划修成24条 这24条的内容呢 就是我提到的 我们一直讲的 容积奖励20% 容积移转30% 然后呢法定 法定最高的限制就是50%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是560 加上20%的容积奖励 顶多670 再加上容移 容积移转 再灌进来 才到840 那容移 那容移这块 后来我昨天也要求检掉 也要从一起一并再处理 容移的部分就是 我今天有容积 然后我把它灌到这个基地里面 我建商我有容积灌到这个基地 但是灌到基地 就由台北市政府去审 当时金华城要求要给他30%最满 可是你要审议的时候 应该要看环境评估 到底我要不要给你这么多的容移 因为我那边对面又是大巨蛋 又是松烟 又是松烟 然后旁边的大陆 旁边又有一个市民大道往上走 所以我那边交通冲击非常非常的拥紧 亦彤 问你一件事 是 你们有没有去查过 移转容积率给上限30%的有几个案子 有 我也去查了 有几个 很少 但是民间开发案是有 民间开发案有 有 但是我要回到刚刚讲的 照理说你可以给他10%或者20% 为何给他满到30%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而且呢 当时这个案子只有局长决定就好了 就给他 而且只开过两次会 就给他轻而易举的拿到30% 那这个呢 就是柯文哲在这个时间点那里 我跟你看 这个是柯文哲的盖章 柯文哲在2020 11月11日 盖的章 就是要给他容积20 容移30 加起来50 才有840 所以呢这个公文 公展签了以后 然后后面才开始又走容移 那容移又全部都灌给他了 所以容移才开两次会 还不像容积奖律 因为容积奖律 语法无据嘛 所以呢 然后容移还有个问题 他的这个贷金 缴的金额非常低 比如说我们要以市价来算 他可能用够高限制算 这个东西还要再处理 所以呢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 为什么这个一个公展 通常一个公展要嘛 就是签到局长 最多最多顶多到副市长 为什么这个公展要签到市长 柯文哲清签喔 因为中间没有人敢签 对 所以我们就问彭震生 这张你为什么不签 他说 彭震生不是笨蛋 对 他说因为这张的公文上面写的 准用都更奖励 因为他不是都更案 准用都更奖励 他认为这个事法性有疑虑 因为准用是大家讨论出来让他用 可是应该用适用 就是有这个法条 我适用这个法条 这个是依法有据 这个就没有问题 所以他看到准用两个字 他不敢签 那不敢签我说 然后呢他就市长自己签 不敢签给市长签 是这样吗 对就市长签了 合理啊 谁有种 所以 这些老公务人员 对 他非常清楚 所以呢要证明的就是 为什么柯文哲敢签 他签了以后才有后续这些 全部都要把所有程序再完成 而且我觉得彭震生昨天之所以 走进去专案小组 他都有做好一些准备了 他有做好准备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问彭震生 他才不想变李树德吧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问彭震生 就说好 那占领公务人生涯里面40年了 请问有没有哪一件民间开发案 或者民间机构或者是财团 要求市政府帮忙你 研议相关的法案或政策 等于是你的市政府团队 等于是变成是他的员工 帮他在想法规怎么破解 他说他任内 从他公务人员生涯这么久 从来没有一件唯一的净华程 他自己讲的 所以来我给你们看 这边你看 柯文哲钦签的工展 就只有这一件净华程 其他的工展都是 都是市政府提的一些案 那这些案呢 就是要做土地变更啊 都是那些公务员 对 都是公务员自己 都委去评估就好 或者是说我们公共建设要有的 所以这块地要怎么处理 我们去变更嘛 当然是这样 可是唯一就有变华程这一件 所以呢以上这几个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彭震生真的不想当愚为第二 而且他已经把大概他想要讲的话 讲完了 可是今天柯文哲居然 记者回他问他说 彭震生昨天说是柯文哲市长交办的 然后他居然回说呢 我会开记者会 跟大家说明清楚 对 这件事情又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公然串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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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不是要试着 用媒体的舆论压力 去影响到 简调的一个争办 甚至是去压 压这个彭震生 这就跟他写脸书说 我悟性李文钟一样 对 他先要带风向 让检调认为说 是不是他彭震生是怎样怎样 回来再来压彭震生 我觉得这个叫做公然串贡 这太夸张 所以我刚刚又发了一篇 你怎么够难串贡 那这样是不是应该 赶快拘捕他 对啊 你就直接拘捕他就好了 你怎么可以放他在外面 一直在那边串贡 我觉得他已经败坏整个法制 完全台湾毕竟 还是个法制国家 我又不是中国 我们又不是共产党 就是以人为主 我们是个法制国家 要尊重法的相关规定 他已经违法乱纪 在你看台北市政府任内的时候 他违法乱纪多少事情 然后这个又很难找 因为为什么 至少公务人员要把关吧 不能公务人员全部被拖下水 所以你要去抽丝拨紧很辛苦 但是政治现金 包括刚刚他买了4300万的 这些金流 这个很好查 那你现在人家已经讲出来了 已经提到你了 你居然还可以公然这样串贡 然后检察官难道还不理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 我要公开呼吁检察官 那就赶快拘捕他吧 而且他说要开始怎样 哈啰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闻YouTube最新访谈节目 有话进来讲 等你进来讲 每周一到周五 中午12点半到1点半 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